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莴笋木耳炒肉片 炒出来的肉非常的爽滑 莴笋鲜嫩,孩子们都抢着吃 首先三根莴笋斜角切断 再改刀切成马蹄片 这样切比较好看 切好撒上少许的盐,腌制出水 把泡好的木耳撕成小片 我这里有14多 因为我炒的肉比较多,所以配菜也多 我家比较喜欢吃肉 这一条猪腰柳肉有一磅11盎司 切五厘米长,再切成片 接下来就是腌制 我用的是这样大小的勺子 一勺料酒,两勺生抽 两勺老抽 用小一半的小勺,一勺生粉 我用的是土豆粉 再放半个鸡蛋清 然后充分搅拌几分钟 使肉上劲儿 最后放一勺菜油 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 将腌制出水的窝笋挤干水分 起锅倒油,先炒木耳 放入大概半克盐 炒半熟时放入莫笋片 一起翻炒一分钟即可 装盆备用 不用洗锅直接倒油 因为腌制肉片 因为腌制肉片时放了一些油 这里不需要倒太多了 油热倒入肉片,翻炒至断生 炒至断生 倒入备菜 翻炒一分钟即可 装盆备用 装盆享用吧 李语盐 制如果谅畅盆备用